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澳币对美金呢 昨天是先跌后涨 回到了0.6775附近 昨天我们看到的就是澳洲股市呢 大部分上涨的股票是黄金 黄金股票呢 像这个RST啊 大概上涨幅度接近是8%到10%几 整个板块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 我们也是在上周五呢 是看到了这个中美双方呢 在贸易这个贸易战上面的问题啊 有所升级 因此呢 周五晚上当天啊 黄金就是有所大幅的上涨 冲到了1520多美金 然后周一呢 又是继续跳空高开 高开高走 那么最终呢 是触及到了1550美金的整数大观 有所回落 所以呢 贸易战在很久之前啊 就一直建议大家一定要持有一定的黄金 或者是相关的黄金股票 黄金期货 以及相应的避险产品 那么我们再回顾一下 什么是避险产品 以及啊 避险产品 或者说避险资产和其他普通的资产有什么区别 我们知道在经济好的时候呢 资产价格往往都是上涨的 什么是资产价格呢 我们买的股票 我们买的房产 我们做的这些小生意啊 或者是开的一些饭店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人均的这个工资收入 那么都是在稳定增长的 那如果是当经济不好的时候 预期下滑 或者是未来呢 感觉生意很难做 未来一两年呢 这个投入的产出比越来越低 那么这种时候呢 大家的消费支出就会降低 企业会越来越难做 因此呢 买房的人会相应的减少 资产价格会相应下跌 这样的一个经济周期呢 就叫资产价格的上涨和下跌 那么映射到避险资产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不好 那么避险价格就会上升 因为资金呢 都会涌到避险资产里面 包括黄金 这些日元啊 还有一些消费类的 不符合啊 或者说不会受到经济周期 消费周期波动的 那么就是基础的这些消费行业 我们看一下李嘉诚 最近大量在投资英国啊 投了一共差不多4000亿港币过去 那之前李嘉诚的资产主要是在风险资产上 楼市和房市 商业地产 那么现在呢 基本上全部投到了电信上 包括红酒 酒吧这样的消费 或者说是还有一些gas 我们说的是传统的能源行业啊 那么李嘉诚现在在英国布局就是这一类 不管你有钱没钱啊 都要老外 都要喝点酒 不管有钱没钱 我们都要烧天然气啊 所以说能源类的 包括水类的 那么李嘉诚在英国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这个战略布局 因此呢 他预计啊 这样规模的一个战略布局 可能会影响未来三到五年的一个长周期 因此呢 在未来三到五年 我们始终是要保持着警惕 还有呢 很多人说啊 07年 08年的时候澳洲呢 也是有金融危机啊 受到全球经济影响 但是呢 平稳的就度过了 那么这一次呢 相信澳洲政府和央行 依旧会有比较强的啊 这种解决问题的能力 但是呢 我们回到07年 08年看一下 当时啊 危机来了之后 澳联储呢 是有大量的方式可以运作的 第一呢 是降息 第二呢 是降利率 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啊 澳币已经是在0.67附近徘徊了 如果再降利率的话啊 再降息的话 那么汇率方面就会直接跌到0.65以下 那么会影响澳洲的进口 澳洲呢 跟其他国家不一样 澳洲是一个大的岛国 但是呢 整体生产力不足 它很多资源是需要进口的 因为人工成本也很高 包括石油方面 那么如果澳币持续下跌 对它的战略石油资源的进口成本压力就会非常大 那么再看啊 澳洲在07年的时候 还有三大支柱产业 一个是房地产 一个是矿业 一个是留学移民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 这三大行业都是欣欣向荣的 尤其是矿业 中国政府的4万亿基建项目 完全的拯救了澳洲的这个三大产业中的 第一大就是矿业 那么顺着矿业呢 又影响了澳洲的房地产 那么当时呢 中国来澳洲旅游留学的人 还是人数在不停的增加 但是反观现在呢 这三大行业基本上全部都停滞了 先看矿业啊 矿业是现在的中国四大 这个已经不会再出四万亿的这个政策了 并且呢 像深圳 深圳呢 是有八个火车站 一个城市有八个火车站 那么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基建生意 北上广深的机场 我相信比所有发达国家的机场都要建的豪华高大上 那之后的需求 铁黄石的需求就会大量降低 另外呢 我们再看第二大行业 房地产行业 房地产是一个资金压的周期和比例金额都非常高的一个行业 那么首先呢 房产开发商需要从银行里贷款 那么目前的问题是银行已经没钱了 银行马上就要发债 发债的直接原因就是现金流不足 那么储蓄把大量的资金从银行抽走 因为银行的存款利息特别低 不到1%活期存款 那这个时候没有人存银行了 银行的资金会下降 但是呢 银行之前放出去的钱都是10年20年30年的房贷 那么这部分钱呢 短期无法抽出来 但是呢 储蓄还是在不停的取钱 那么银行为了防止发生几对效应 它必须要保持现金的充足性 那么因此呢 就要发债 一旦发债的话 它的融资成本就会急剧上升 因为债权人的这个投资呢 不像储蓄的散户一样 百分之一点几 二点几 三点几的 这个存款利率就满意了 他们需要的是债 那一般都是在四以上 三点几 四点几的利率 那这样的成本 融资成本 我们看到银行的房贷已经是不赚钱了 因此呢 它未来的投资业务呢 很难把大量资金投到房地产市场上去 那么散户呢 从银行融资的借钱买房的难度啊 也会继续增加 因此呢 第二大行业 房地产行业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风险 虽然呢 现在释放出来的一定的购买力 但是这部分购买力消失之后 后续的没有钱买房 想贷款买房的人 这个这部分群体的人数还是会有所下降 那么第三大行业呢 我们看一下消费 旅游 留学 移民这一类 这一类的板块呢 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面 一直是心心向荣 但是呢 现在的话 移民政策缩减 我刚从塔州回来发现 塔州一条街上有五家奶茶店 我在那里等了一个小时 发现只有十几个人去买奶茶 基本上每天都是亏损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环境 主要还是因为现在政策缩紧 那么以前过来留学的人 50%以上的话 可能大家都是希望以后 能有机会留下来 或者说是读一些移民专业 包括会计 那么现在呢 85分 90分 95分才能移民 这么恐怖的一个情况下 已经下退了大部分的华人 或者是其他国家的 这个想要来澳洲留学的人 所以呢 长期看 这一部分的政策影响 短期内也不会消失 因此呢 长期 一到三年的一个时间段里面 可能澳洲的整体经济呢 还是没有足够的动力 支持它的增长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昨天中美双方的一个谈话 以及呢这期峰会 这期峰会呢 那法国总统啊 这个约了伊朗总统过去谈 但是没有告诉美国总统 所以说呢 其实呢 欧盟国家和这个美国的矛盾呢 已经是摆在台面上了 美国的这个 叫美国独 就是那个那句话 特朗普我已经忘记了 就说美国要强大起来 那么在他自身强大的过程中呢 他已经伤害到了他的盟友 或者是竞争对手 那这样的话会引来 包括中国和欧盟在内的 所有的这些国家的 一个贸易上的反击 我们也看到上周五 中国政府是出现了一个 750亿加关税的一个反击 导致了美股大跌 所以中国目前看到的现象就是 我现在已经转握了主动权 以前甚至特朗普说什么 中国被动做反击 那么现在是中国主动出击 直接影响美国的股市 而美国的股市又和特朗普是连着的 所以特朗普会比较紧张 周五也是连发了37条推特 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 未来可能双方的这个博弈 再次发生根本性的一个转变 以前主动方是美国 现在主动方可能已经是 慢慢的转成为中国方面 所以有可能未来表现 股市表现里面来看到的话 就是上证50的表现 或者香港股市表现 可能要优于美盘的表现 而在特朗普明年大选之前 整个金融局势和政治局势 依旧是比较动荡了 所以大家始终是要保持 有一定的避险资产 配置一些相对风险较低的消费行业的防御类板块 那么已度过目前的一些流动性不足或者政治危机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大家在我们的视频下方 可以发现有报名链接 那么如果是大家对我们悉尼和墨尔本的活动感兴趣 悉尼是9月7号 那么墨尔本是两天之后 是8月29号 那么各有一场活动 大家可以找到报名方式 参加我们的非常不错 有价值的一些线下的讲座活动 谢谢大家